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夠到我們其他的區塊來做旅遊 甚至對於我們農業的相關的文創產品 甚至對於我們在裡面的一些農業過去相關的文化 也做一個一部分的展現 這是我們這次的一個特色 那這次的圍棋在稻米成長的過程 高達將近五十多天 那麼我們畢竟從3月28號開會 一直到5月10號 這個長達四十四天的一個展示期 那我在這邊代表北東縣政府 邀請全國各地的好朋友來到屏東 來看一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稻田國際彩繪 融合了傳統也結合了科技 也結合了所有的活動的一個結合 讓我們屏東的農民展現我們屏東的生命力 養了很多的魚 特別是精力 當作一個生物指標 警體對水質比較挑遞 所以警體如果活得很好 就表示我們的水質 有一定的水準 好